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世界号称民主法治的国家里面绝对不会出现的情况 好 那这些的问题呢待会八点钟之后 那我会有自己的评论的时间呢待会再慢慢聊 七点钟的时段那提前两件事天气呢变冷了 变天嘛就是投完票之后就变天了 虽然这个变天很早就预告 我在在在大概五个月五个月前我在写文章 我在节目当中也讲过 我甚至上电视节目讲过 那个时候我记得很多深绿的朋友说 那我就准备了好好的给你唐向龙打脸一下 我说好了没有关系 我纯粹从就选举然后就民调来看 那高雄五个月前高雄我说选举已经结束了 高雄选举结束的意思就是韩国瑜笃定当选 我跟民进党朋友说不要浪费时间在高雄上面 你们赶快去救其他的县市吧 我都像台中云林这些地方 你赶快去救我还有机会 但是他们之后反而是请全力在在救高雄 高雄对他们很重要我当然知道了 五个月前我说新北市了 五个月前我说新北市已经选完了 我说苏贞昌碰到侯友宜算他倒霉 侯友宜是一个非典型的国民党的候选人 侯友宜就算是这样的温温的这样子用他的这种探子的方式在选举 你要选赢他我任何不可 果然侯友宜拿到了全国最高票 史上就是新北市的最高票 两个多月前我说高雄的选举结束了 我说民进党不要花时间在高雄了 我也是好意 这两个地方比赛都结束 而且都是以出乎想象的比例 台中也一样 台北在我的计算里面 尤其我作为选举时候的重要的幕僚之一 整个的最后的阶段的时候 选票计算的时候台北市顶首终胜 我虽然不敢做太乐观的估计 我估计我们的胜选的票数大概在一万到两万之间 但是最后的这样的一个选举的方式 到7点46分正常的时间已经截止投票之后的 三个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 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都还在投票 那这当然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投票没有关系 如果你说票没有投完之前我不开票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但是很遗憾的是 四点钟开始开票 投票投到7点46分 全世界没有看到过 再加上它是唯一的气宝效应发作的区域 好那这些都是接下去的司法要面对的问题 但是恭喜了蓝军的朋友们 那恭喜讨厌民进党 这个党的全民最大党的朋友们 因为讨厌民进党 所以国民党得到了20多年来 这不是公元2000年之后 不是2008年之后 这是在李登辉时代 国民党当民进党开始地方包围中央之后 国民党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的胜利 好那15个县市的狂胜 整个台湾几乎就变成是一根蓝色的番薯 蓝色的地瓜 但是国民党责任重大 很多特别像高雄台中这些的区块 那要很快的拿出自己的成绩来 那选民的期待是很高的 2020年的选举已经在schedule上面了 13个月之后就要投票了 时间其实非常非常的短 没有你想象中的有这么长的时间 去慢慢的消耗 好那回到那星期一的单元 礼拜一的时间早餐读书会的单元 那虽然面对到一个商业市场的时候 礼拜一的早上的七点钟是时段 即使大部分的节目呢 在挑选一些出版类型的书的时候 可能都会挑一些比较软性的 适合普罗大众阅读的书 我不敢说我挑的并不适合 我们挑的有很多看起来很专业的书 或者说我觉得主题类的书 我觉得都有非常好的市场的反应 好那今天挑的这本书 也许你对这个概念摆在心里很久 你可能也觉得想当然而 我也我也知道 其实在注意两个关系的事情上面 属于接谈相议的 属于就是说非主流的这些 这些出版跟论述当中 有关于大陆 大陆的这些政治权贵们的第二代 的太子党 我们说太子党 这个大把都是准备 都是这个就是说的大官显贵 那甚至于基本上面 就都是领导班子 那他们的第二代 他们的第三代 那是什么德性 你可能常常看到新闻 尤其在美国 美国确实是有一个 有一个属于华人权贵第二代的超跑市场 那我就认识专门卖超跑的 在美西 在在这个LA 在就旧金山 专门卖超跑的 就华人朋友 他就是卖 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他这些的客户呢 是怎么样的客户 那种的超跑呢 就是OK买就好像 像我们到便利商店去买 买那个几十块的 那个超跑模型一样 他在买那个超跑 就感觉就像是这样子 然后换的呢 非常的非常的平凡 而且是比炫的 因为发现就是他买的 如果之后发现 人家有比他更炫的 他就就就回来换 所以他那个超跑的生意 做得好都不得了 他都根本就不用去promose什么 就是人家会主动的来来来找你 那因为你各种车 你都可以帮他找的找的到 而且他要快 但他要了 他就是要非常快 好那今天呢 我们谈了这个太子党 那这本书主宰中国的太子党 联金出版 那这作者呢 是杜明 作者我们待会再请大家介绍 译者呢 是何启仁 来今天在我们现场的 那这本书的翻译者 何启仁老师 欢迎 谢谢 谢谢 那各位听众大家早 然后向隆兄早 好那联金请你翻这本书 是 那你之前学什么 我之前学中国研究 太好了 好吧 你对你对太子党的看法 先先讲你个人 如果就我个人早期 一开始的印象 对太子党印象 也差不多就是一般人 就像向隆兄 你听到的这种草宝市场 你听到这种灰金如土 你听到这种奢华风气 这一类的印象 但是后来当我持续 尤其在80年代那个时候 这一批太子党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看完了之后 我觉得其实你要去深入了解 他们跟我们一般人一模一样 也是有少年时期的安逸 到青年时期的动荡 甚至于有些人是从天上掉到了地狱 然后再从地狱里面翻身出来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种的成长经验 在他们生命中的累积 等到他们再起来发现说 复兄的关联和权力有多好用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样去思考他们的未来 他们怎么样去思考 他们复兄的关系要如何运用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权力也好 经济力量也好 所有的一切 那你就可以想象出 这样的一个铺陈过程 到现在所看到 我们看到的太子党的表象 和他们的内在 到底是有什么样巨大的一个落差 今天排这本书很好 因为这次的选举 我回头再谈这次 这次的选举 其实不是只有台湾人官姐们来选 中美两国都用不同的姿态 在参与这次的选举 这次跟过去不同 过去每一次的选举 民进党都很成功的挑逗了北京 北京都用某种的愤怒 或者是强硬的姿态 在表达他对选举结果的关注 但是通常每次都事与愿违 他越关注情况就越糟 完全没错 这次北京用一个很极端的 干脆什么声音都没有 所有的军演全部都停止 五个月的时间 没有一支解放军的船舰 在台海周围出现 没有一架的战机 在台湾的周围就出现 你突然忘了 忘了北京 通通都没有 即使民进党最后 不断的想要打统渡牌 但是北京就是用很低温的方式 去应对美国相反 美国这次是敲锣打鼓的 空前的 以前美国都会说 尊重台湾的选举 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地方 所以我们不会介入台湾的内政 不会介入台湾选举 见鬼了 美国这次 你看到美国的卸任的 AIT的官员的讲话 那个不只是介入 几乎就是告诉你说 我希望民进党赢 那是很赤裸裸的 非常的赤裸的 然后他的军演 两个航母战斗群 还好了 最后他没有进到南海军演 他在菲律宾海 在菲律宾的一个东边 一个西边 但是离台湾也非常的近 因为你要知道 台湾的东部海域 台湾的东部海域 我们说台湾的东部海域 就是太平洋 我们在西太平洋 不 但是在地 你把地图打开来看的时候 台湾的东部海域的那块 叫做菲律宾海 你知道美国在这地方演戏 虽然我们看不见 两个汉母上的群 就在这里 他就是演习给老公看 何况他还派了 四个月之内 他两次用两艘驱逐舰 战斗舰 那并行的方式 穿越台湾海峡 这种就是说 双舰并行穿越台海 四个月两次 你说上次是多少 上次已经是 好多年前的事了 那他为什么 这就突然间来 他当然是在 在告诉北京 他也在刺激北京 美国在帮台湾激怒北京 看看解放军 会不会有对应的动作 只要有对应的动作之后 美国就成功了 他就挑起了台湾的 在这场选举当中的反中的情绪 但是解放军超沉得住气 让我非常的惊讶 你双舰并行 因为这种双舰并行的方式 是典型1954年 中美协防条约之后 第七舰队的操作方式 他把第七舰队拿回来 再告诉北京说 我现在把台湾 仍然当作是 有中美协防条约一样 在对待台湾 那看北京怎么反应 没有反应 解放军动都不动一下 那你看他操作到这个样子 最后的选举的结果 民进党大败 我觉得这次选完了之后 北京一定也会关门检讨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就是我说我都华盛顿了 华盛顿一定关门检讨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即将要失去台湾 这件事情 对他来讲是很严重的 好讲到太子党 我刚刚讲的不够精准了 我在讲美国超保那东西 其实他不只是官二代 不只是博一博他儿子叫什么 博西来 博西来他儿子 博瓜瓜 对 不只是博瓜瓜而已 博瓜瓜是其中之一 变成是一个代表 那里面有很多是富二代 有很多是大陆的 大陆的政章是紧紧的 牵合在一起的 好那我们再讲的官二代 再讲的所谓的太子党 不见得都是那种 现在就说这种 这种九十肉林灯红九绿的 那种的太子党 其实有很多是在 整个中共建国 以及建国之后 其实跟着整个 整个中共的历史的发展 而跌宕起伏的 这种的太子党 没错 没错 向文中讲的没错 尤其是向向文中刚刚提到 有关于在台海危机当中 中共所扮演的角色 和他们的作风 我们可以很强烈的学习到 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在学习 而且他们学习的非常快 但是其实我们基本上 看到他背后 做决策的这一批人 刚刚好他们的决策风格 是符合太子党 掌握权力的趋势 比如说我们看到 习近平他们这一代 如果我们看到书里面的 杜明老师他的分类 他是属于第三代的太子党 那这一批太子党 就是我刚才讲过 在少时出生的时候 刚刚好是中共建政的 那段时间就武林年代 那这段时间是他们享受到 他们童年生活最幸福愉快的时候 那进入到他们的青少年时期 刚刚好就撞击到了中共文革 中共的那一段最狂风暴雨式的 那段政治的动荡 很多人是受害者 受害者 包含习近平 他都曾经被当过不良少年关起来 然后后来他也在努力的挣扎起来 有很多太子党都这样 随着他们父亲的权力恢复了 地位恢复了 他们又回到了北京 他们从这一段时间里面 学到了一件事情 第一个政治很可怕 第二个 我们现在所掌握到这一切 其实它是变动的 它不会一层不变 那从这一段过程 从他们狂风暴雨式的 加入了文革的动荡 到最后领略到文革 不过是一场政治斗争 到他们真正受到了文革的伤害 然后下放了 然后打入了最底层 然后再回过头来 回到了权力的最高峰 他们学到就是说 我要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权力的变动当中 我要如何去调整 掌握和如何应对 而不是一个非常机械 或非常急性式的 你打了我一下 我就要回你一巴掌 尤其是你看到这一次 习近平他对待美国 对他的挑衅 你就会非常的清楚 这批太子党 其实手腕很高超 好 我们待会 我们可以再继续 多聊一下 就是说 现在的在掌权的太子党 比如说像习近平 当然对照于习近平 我们刚刚讲的薄熙来 他也是典型的一个太子党 那薄熙来当然 一般我们会说他被斗垮了 可是他所接触的贪污的事 是事实 而且是严重贪污的事实 以及他周围的这一挂人的 那个scandal 那大概不会是假的 因为那有许多的国际的证据 他不只是传闻 跟过去的大陆不同 好 那以习近平来讲 对 我们也在关注 就是说 他现在面对的是美国 美国空前强硬的 就是要把你击倒 我绝对不让你站起来 因为我如果错过了这几年 我让你习近平带着中国站起来 我估计了 在三五年之后 美国就很难收拾中国了 没错 所以他一定要把握这段期间 同样倒过来讲 习近平这五年当中 他原来是在想 我一定要利用这几年的时间 收拾掉台湾 要不然之后我也很难收拾 大家各有要收拾的对象 好 那像习近平他们这一代的 我不能说他们是权贵 因为他们是看过自己的父亲 没错 在整个的动荡的过程当中 建立了他们所谓的新中国 他们也经历了新中国前面那三十年 从1949年到1978年 那段过程当中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幸免于难 没错 你即使是掌权的毛泽东好了 你看他的儿子一个一个 几乎家人 其实要不然就死于非命 在这个朝鲜的半岛上面 那要不然也都是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不愉快的经历 大家都没有好过过 这一代人现在正在掌权 他们除了让中国让13亿人 OK我觉得从1978年之后的 那个发展是非常精彩的 将来回头去看这段历史的时候 不管从中国史 或者从世界史的角度 中国怎么站起来的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miss 就是他怎么可能办得到13亿人 很精彩 非常非常精彩的过程 这13亿的过程 我们不要从两岸那种的 什么统多角度 你就专心的看中国13亿人 是怎么站起来的 我觉得那就是历史上面 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好但是现在终究面临到转折点 而这些太子党 正在他们的晚年 也正在掌权的时候 或者正在分享权力的时候 在习近平身边的 现在真正在参与决策的人 他们的背景跟习近平都差不多 差不多 他们对中国的决策 会有什么影响 很清楚的一点 就是说他们绝对不可能走回到 所谓以前的共产主义的世界 或者像他们所强调 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 其实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 不是 他们也很清楚知道 这么讲好了 如果说我们说他是一个爱国者 为什么他爱国 其实很简单 他知道他的命运 跟中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 完全绑在一起 而这个所谓中国复兴的概念 刚巧是习近平他们这一代台长所用来统治的一个 跟他们的复兴以前早期不同 或许对他们来讲 民族主义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杠杆 但是对他们来讲 现在对现在的掌权者来讲 其实民族主义是一个主要的杠杆 所以中国复兴这件事情 在他们心中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念之在 而且常常不断的告诉大家 我们要带动中国的富强 那试想一下 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 所谓富跟强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成居然变成中国人念念不忘的口号 是什么时候 百年以前 对就是当那个时候 中国最激弱的时候 西方列强就开始进来 把你中国当成他们家的门户 我要这一块要那一块随便拿 等那一段时候开始 我们中国人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为什么那么弱 为什么会那么弱 所以富跟强从那个时候 居然可以喊一百年 那请教一下这一百年 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干嘛 那居然到现在还在喊中国富强 OK回过头来看 其实从以往到现在 这一段是日子 他们没有停过 只是说声音大小 那现在的太子长 他们赫然发现一件事 我刚才有讲过 中国的命运 跟他们的命运 是息息相关绑在一起的 因为他们度过了前面那一段 就像乡农中前面所讲的 那一段动荡的时间 然后进到了所谓的中国复兴 在80年代内 我常会讲开玩笑 讲这叫中国的文艺复兴 当然它跟文艺差别不大 但基本上是所有社会科学的一个 欣欣向荣的百家争民的时代 从那一段时代 他们也发现一件事 他们的命运 其实如果国家弱了 他们所倚仗的权力基础就没了 然后当国家强 而且当邓小平喊出摸着石头过河的那一块 他们就发现他们的机遇来了 所以不管是正 不管是伤 所有往前冲锋 可以带动整个中国大陆转变的 其实就是这批人 就是这批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资本主义的那一段 或资本主义的技术 他们也非常清楚资本主义的那个地 所以他们是会非常巧妙 而且非常娴熟的去应用资本主义的 所有一切资源 来打造属于他们的富跟他们的墙 这一代的 这一代大陆的太子党 正在掌权的太子党 我觉得 意识形态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是 没错 意识形态不是他的本质 不是 那只是他在 他在巩固自己政权的一个工具 没错 实际上面 他的治理这个国家是非常务实的 没错 非常有弹性的 对 这才是我觉得他们现在一段厉害的地方 当然这种的厉害 这一代的太子党是这样 下一代是不是这样 那就不知道了 不得而知 因为成长的背景都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代的太子党 他的一个治国的风格 深深的受到他们的成长经验的限制 那个既是一个助力 他也可能是一个助力 下个世代有不同 好 但现在掌权的太子党 来坐在我旁边的这本书的翻译 这何启任老师 那作者是杜米 延经出版 广告回头之后 我们来讲几个太子党的故事 给大家听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何启任老师聊 7月35分44秒 好 那坐在我旁边的何启任老师 这是这本书的译者 这本书主宰中国的太子党 那杜米 延经出版 如果你对不止现在了 包括过去一段一段一段时间 目前在中国官场上面的 显赫的家族 这种就是说 你会觉得说 他们就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 我要提醒 有关于太子党这件事情 即使在民主国家也一样 也一样 为什么 因为政治会变得是一个家族事业 没错 虽然我们大部分人已经被训练 或者被制约成讨厌政治的样子 但是又无所讨厌政治 可是你要知道 沾染政治的人 他都知道政治权力的滋味 真是甜美 对权力是一种鸦片 你即使看台湾 台湾我也常常提醒官二代 就像是蒋家的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我总是会提醒就是说 你不要表现的就是说 你今天的一切都是你奋斗来的 不要跟我来这一套 今天如果你不信蒋 很抱歉 你如果不信蒋 你的命运会跟今天非常的不一样 没错 这跟你长得帅帅不帅等等 那没有关系 同样的就是今天的民进党 民进党现在的官二代更明显 很多 民进党几乎每一个只要享受过权力的 你看到的苏贞昌 你看到的谢长廷 你看到的陈水扁 他们的下一代 是不是全部都在政治上面 没错 而且努力的要为自己的孩子去服选 努力的从日本跑回来 为自己的孩子站台 为什么 不过就是要让自己的政治香火延续 那个香火背后不是理念 而是一个权力的滋味 好 那大陆在那种相对封闭的系统里面 他们是从这种的革命的那种浪潮里面存活下来的 那你看现在的 好 比如说我们都还熟悉的 我们刚刚讲到的像薄熙来好了 或者说习近平 这两个所谓的中国的太子党 他们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最大不同在家庭 在家庭 因为以博家的家长的形式作风 和习家家长的形式 我想家长是指薄一波跟习仲勋 那他们的家长作风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先不要看博家 我们先看习家好了 习家在他的四个小孩里面 为什么我们讲四个 其实真正说起来 习家应该有七个 第一段婚姻的三个跟第二段婚姻的四个 但是因为第一段婚姻的小孩 因为很早 然后加上说包含文革当中就有老大就自杀了 然后后面的其实也后来也没有什么发展 那主要的因为第二段婚姻就是跟 黄丽媛 不是我讲习仲勋 对对习仲勋 然后习仲他当任母亲的角色 还有习仲勋担任父亲的角色 这两个角色很传统的中国式的家长 而且是很传统的 我这样讲好了 温良公俭 他们是非常谨慎的在经营这个家庭 然后相对来讲 你看薄一波 你只要看到说薄熙来的那种 一开始进入到的那种 怎么讲 厉害 他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厉害在哪里 而且他也很清楚的知道他的行事作风的风格 就从唱红打黑开始的那种 那种 怎么讲 就是非常夸张式的那种 行事风格和运用作风 你就基本上看出这两个家庭 他对于子弟的教养方式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习仲勋本身 我们可以知道他很早很早 就已经是进入到权力核心了 包含他在文化大革命前 就已经是副总理 甚至于在更早之前 在中共建政的开始 他曾经是五个地方局的 其中一个地方局的首长 后来有所谓的五马进京 就五个地方局首长 全部掉进中央 然后习仲勋也顺了这股事 到中央任职之后 担任了国务院的副总理 后来因为小说刘志丹这件事情 被干下来 被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 他也就非常任命的 也没有去做太多的挣扎 然后就接受他的命运 那一直到后来文化大革命 整个结束之后 他翻身回来之后 你基本上看到的是邓家 你没有看到习家 因为邓小平又把他发配到边疆 但是这一段时间就给了他机会 因为他是在沿海地区 然后就创造了属于他的一个工区 他到福建这些地方的时候 那个时候对从北京来讲是边疆 对 不过因为刚好这个区块 是过去三四十年发展最快的区块 没错 那是个机遇 所以也就演变到说 习仲勋也帮习近平累积了很大的政治资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在河北发展不顺的时候 他是一个县委书记 就要进到省委常委里面去做 被当时的河北省的 我记得省委书记叫高扬 就一家伙打下来 他对于所谓的太子党 所谓的后官二代 他非常的不以为难 然后居然的时候 他的习仲勋可以把他千里从河北省调到福建省去认职 一个县委书记 谁有这么大能耐 可以夸张过省的去认职 只有他习近平做到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习仲勋的爸爸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中间的运作 就像相信说你刚才所说的 你说你今天不信习 怎么可能 当然 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但是习仲勋在这件事情上的铺层 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网络 自己的影响力 没有大张旗鼓的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因为习近平他也知道是这样 所以他后来先到厦门市的副市长任职 就他任职了之后 刚刚好他的前一任是安理 就是安子文的女儿 也是胡耀邦的媳妇 他的作风跟习近平就完全不一样 也是属于那种铺张浪费式的 而且引了很多争议 刚好前后一对照 习近平的政绩就起来了 形象就起来了 从这一点开始做出发 所以习近平沿路一路往上爬的时候 形象都很好 都是给大家一种很谨慎 很谨慎 很情政的这种形象 所以这个我觉得家庭的印象绝对有 而且是完全两个不同类型的家庭 我听过福州的朋友 他们是住进小民 当地生活的人 他们都会主动的讲说 习近平起来是你在福州 你都可以观察得到 他们说像彭丽媛 他说彭丽媛是一个 他们可以在菜市场遇到的人 他说他已经他那时候在福建 已经好一段时间了 他说彭丽媛就是那种 自己早上提着菜来 你去市场买菜的 跟你平常在这些正式的场合当中看到的 就是因为他本身毕竟也有专业 可能也可以表现出某种的贵气 但他说平常他并不是 平常他就是个家庭主妇 这个对于口耳相传 尤其在大陆的传媒 不是这么可靠 大部分人有的时候宁可相信口耳相传的东西 那种的口耳相传 我觉得对于习近平对习现在的所谓的 所谓的习近平家庭的形象是正面的 没错 好那对于习近平来讲 当他现在掌权 美国或者全世界都把习近平 习核心当是一个强人的时代 是邓小平之后最强势的中国领导人 可是他的下一代 他的女儿偶尔我们会在会在会在 会在这些人的媒体当中来讲 这样的瞥见一下 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他很主动的站出来 讲些什么做的什么 他不会是像是韩国瑜身边的韩兵 只要爸爸在的时候他站在旁边 媒体也很努力的去promote他 但是像是到了习近平这一代的时候 虽然他的父亲正在掌权 同一代的也大概都在权力的位置上面 不过他们下一代不太被看到 为什么 我想是跟他们心中心底的那种恐惧有关系 我们这样讲 在台湾或任何民主国家 我们要通过选举 选举是每一个政治人物都要经过的洗礼 你不管你的任期 你的权力有多大 任期一到一定要再洗字 那你能不能继续掌握权力 这个很重要 所以如果说 如果说我这么说好了 容我这么说 家族的影响力要沉船 那他的后面的那一代 一定要在父亲有影响力的时候 或者是帮忙父亲在公众面前处理正事 或者是协助父亲建立他的形象 要在公众面前 因为大家要认识 所以这个影响力才会在公众心中升职下去 继续的持续下去 但是中国大伙比较不一样 因为他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建政到现在 中间的政治斗争太激烈 而且都在宫廷之中 除非爆出来 我们只看到结果 我们没有看到整个的过程 全部埋在茶壶内部在斗 那对于对于任何一个领导人 他们因为我刚才有讲过 他们的成长过程 他们心里应该会有这种恐惧 如果如果下一个斗争来到 他们的子弟能不能存活 要如何存活 所以他们现在唯一可以看到 他们也无法掌握 所以他们可以看到 是我培养我的子弟 新兵哲他是在哈佛读书的 读了四年 然后回来之后很低调的 去帮忙他的父亲处理一些 比如说宣传方面的一些 或者是对外的一些形象 而且躲在后面 到现在为止 其实你如果尝试着在网上 去搜寻行民则的照片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 没有人敢说那张就是 没有人敢说 所以我们也很知道 他们很努力在控制 因为他抛头落臉的机会非常少 非常少 他是刻意的躲藏 我们看到这个名字 我们也知道他在做什么 但是我们看不到他人 我想这个应该就是跟他们心中的 那个恐惧有关 我现在可以给他所有 我可以给他的资源 但是我怎么知道 我走了之后 未来 它会是什么下场 毕竟他们都看过自己 或者说自己的同侪 那种在那种波浪里面上上下下 甚至于有很多死于非命的 自杀的 这些在这些我们现在所谓的太子党 我们讲的太子党不是现在在美国 那在哪里这种的养尊处优的 这个太子党 那是后来了 但是以习近平他们这种过去的 在大陆内部所谓的太子党来讲 不见得都很顺遂 没错 我再进广告 回头之后 我继续跟在我们现场 当然这本书 主宰中国的太子党 作者是杜米 那联金出版 那议者在我们的现场 何启仁老师 他自己是中国研究的专家 好 那比如说 刚刚的这个就说 从这个博弈多到薄西兰 是 那待会我们可以再聊一点 另外 从太子党的结构 比如邓小平吧 是 邓小平在1978年之后 也因为有邓小平 所以呢 中国其实这40年的发展 是跟邓小平息息相关的 没错 邓小平从新加坡回来 跟李光耀谈回来之后 宣布中国开门 那同时呢 也宣布中国呢 不再革命输出 所以他跟东南亚的国家的关系 大幅改善 是 你就不再有听到 就是太共 马共 印共 越共等等 因为过去这些 所有东南亚的共 他们呢 都信奉了 毛主义 毛主义 就是他不断的透过革命 做输出 所以他跟东南亚的关系 很紧张 1978年之后 这些都停止了 1978年之后 连两岸金门的炮击 都停止了 好 那这些都是一个 巨大的改变 可是邓小平 这样子的一个强人 这样子的一个强人 他的家人呢 他的二代呢 他的太子呢 其实并不顺遂啊 没错 这点都让我很好奇 就是说 我权力这么大 我都没有办法保证 我的孩子的幸福 没错 第二个就是说 大陆的制度 没有错 他是一党专政 可是他的一党专政当中 他用了某一些巧妙的安排 比如说隔代指定 他就没有出现那种 就是说 就是说像是 像是 比如说像北韩 北韩三代都一家人啊 那从祖父 从父亲到儿子 到金正恩 现在才三十几岁 金正恩如果命长一点 未来几十年 都是他们的金家人啊 是 但是大陆并没有出现 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 尽管不要回头聊 OK 7点50分48秒 好 今天礼拜一的时间 早餐读书会的单元 介绍的这本书 可以在选后的时候 我觉得 你可以一个chapter 一个chapter读 没错 对于大陆的 就是说 这现在的掌权的这一代 他们是如何如何训练出来的 那个训练有很多 是身不由己的 没错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他是一个很官至官官规的 这种的 这种好像在培养接班人方式 他不是这样 基本上面 他们就是在一个 动荡的环境当中 自我锻炼出来的 有时候是大环境 加注于他们身上的苦难的一部分 没错 所以你想到太子党的太子的时候 宫廷政治 太子不见得幸福 死于非命的 历史上比比皆是 在中共的太子党的也一样 好 那我刚刚讲 就是说 像邓小平 邓小平也有后人 没错 但他的后人 在邓小平之后就看不见 没错 这是中国过去几代的接班人 都出现的情况 你说胡耀邦 OK 之后他的家人呢 邓小平他的家人呢 毛泽东的家人呢 没有 同样的习近平 现在把他的家人 用这么低调的方式在安排 没错 我觉得那都表示 他们对自己身后的政治 是不信任的 没错 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会报应 或者说呢 会反弹在我家人身上 所以当你身在帝王家的时候 你要特别的小心 那像邓小平他们的家人 怎么一回事 还有就是我刚刚讲的 为什么他们可以用 这种隔代指定的方式 让政治的权利 可以一代一代 到目前为止 都还平顺的交接 是 其实在书里面 杜明老师对这些事情 都有一些说明 还都有一些解释 那杜明老师解释 邓小平的家人的原因 是在哪里 主要是因为邓普方 邓普方 因为他是长子 照说这个家庭要出来 应该是邓普方出来 他还是中国残疾人协会的主席 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他是残疾人 就是一次的文革 把他打到谷底之后 重残 重残 翻不了身 那你试想一下 以他这样的身体状况 他可以去接人大位吗 几乎是不可能的 尤其在这种残酷的政治斗争当中 他的这种身体残疾 和他所无法顾及的部分 他是很快的 就很现实的 就是他的负面的一些 是他的负面因素 那邓小平理不理解 他当然理解 所以邓家没人了 剩下几个是女将 其实邓家女将很厉害 邓家女将跟邓家的女婿都不错 尤其在邓小平 后来复出的这段时候 其实但是 杜明老师也在书中讲的非常清楚 很可惜的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 他们的内部的政治 其实骨子里非常的传统 女生抱歉 只有辅助的地位 所以女将不能出来 但是在民主国家 其实我们可以像 包含像这次的选举结果 女将基本上是顶了半边天 那中国他虽然高喊 那个妇女可顶半边天 其实真的是顶不到 中南海里面没有 没有 以前勉强出现一个无意义 对不对 无意义就很亮眼了 所以后来邓家就这样的没落 那其实邓小平 他因为也很清楚 他有另外一部分因素是说 我既然没有人可以在政治上 在权力场里斗争 那唯一的方法 我就想办法去什么创收 所以他邓家的很多后人 其实在经济场域里面 获利不少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当他们后来夹着 邓小平的渔风 在政治场上稍微说了点话的时候 马上就被一巴掌的压下去 对这就是很残酷的政治现实 那至于后来 那至于后来其他的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 在这个第二代的邓小平之后 他的家族 隔代指定的这件事情上 其实杜明老师也讲得很清楚 照说其实第一代 应该要出来的是毛岸英 毛岸英如果没死 整个的中国的政治的格局 或者局势是不一样 有可能甚至连文化大革命 都不会发生 对 那但是因为毛岸英死了 就在朝鲜 是的 对 因为那件事情 就是因为那个 在朝鲜被美军炸死了之后 其实第一代是没有人的 我看到毛岸英死在 死在 这个抗美援朝的战争 我还是觉得两岸的 两岸的毛 毛蒋两家 虽然是死对头 世仇 可他们的思维跟培养的 这种的方式是一样的 没错 就像呢 就像八二三炮战的时候 蒋介石明明知道 他的这个蒋经国的儿子 没错 是他需要以语重任的 他让蒋经国到第一线去 没错 没错 到第一线在金门 即使炮战的上头 上头枪林弹雨的 蒋经国还是不断的拍 拍电报回来 那个呢 其实是有气魄的 一般人办不到这一点 怎么会把孩子送到前线去 台湾当逃兵的多少啊 没错 这种的权贵 或者说当医生的 能够不要去金门 就不要去金门 你要想蒋介石 是在战争的时候 把儿子派到金门去 没错 光这一点 你就要佩服他的 没错 没错 其实两岸强法 基本上都一样 但是不幸的是 幸运的是 蒋经国活下来了 不幸的是 毛岸已死了 因为这样的 所以他们倒是 他们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 已经没有人可以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看江泽民 他们这一代 出来接班的时候 其实很有趣的是 他们是 是被无意识的挑出来 江泽民 连他自己接了大卫的 那段时候 他都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是我 对 怎么会是我呢 怎么会是我 对 没错 大家都很惊讶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但至于隔代 其实也在 江泽民无法去预料这一点 他唯一的 他的 以他个人所营造出来的权力的基础 他没有办法挑战 邓小平的安排 没有 没有错 就是说 你会看到江泽民 也或许中国过去的20年里面经历过了江泽民 之后是胡锦涛 对 那这两代其实权力都不是非常强大的 没错 所以他们是没有能力去控制军委会的 没错 那也使得中国今天在这两个人之后 还能够出现习近平 是 那不管是江泽民或者是胡锦涛 他们大概就是不会是太强势的领导人 这些脉络都必须要从中国的内部的这些伦理当中去找 好 时间的关系呢 我今天呢 跟在我们现场和谐老师呢 只能聊到这里 我们再找时间聊 谢谢